各位同志们好 大家午安 首先在这里住周末愉快 元宵节快乐 当然啦 如果你跟我一样 标题一样 我在请你 那你应该是可以请你老婆 请你的情人去吃大餐了 情人节快乐 那当然我们首先来回到这个大盘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今天去追高的人 那我当然就跟我的标题一样 我在庭里你才追吗 你要打屁股 因为我昨天有告诉你 这个盘就是盘而已 千万不要太兴奋 也千万不要太悲观 所以呢 今天对于老师七早八早就来公司 很少这么早庆公司 为什么 因为一大早就要等市场失控的时候 我才能做停利的动作 首先你可以看到 整个大盘来讲的话 今天最开盘在8524点 一路要往缺口的地方去补 告诉我 补了没 对 他没补成功 对不对 收在几乎最低点 相对低点 几乎最低点的啦 就是收在8508点 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一个黑黑的K 黑小黑K 那你就会发现 谁在昨天就告诉你了 所以敦玉老师要说什么 啊我又对了呢 而且我又这样子告诉你 因为我告诉你 请你在未来的时间里 我只送你一个字 叫做盘 那当然啦 今天是周末假日 这个下礼拜呢 很奇怪 今天敦玉老师连线时间特别多 那我的答案还是只有一个盘 因为庄家他没有买碟 所以他没有回 但是他也没有买涨 那就叫做区间 所以敦玉老师跟你讲 就在两个缺口当中做盘整 但是旁边都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只要是阿猫阿狗 现在都乱喊题材了 对不对 你家有那个特斯拉 我家也有特斯拉 所有的人都突然有了特斯拉 对不对 你有故事 我有故事 所有的人都来编了鬼故事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 涨停板出现很多 你可能莫名其妙的股票 但是很多股票就出现了开高走低 所以对你老师说 我一大早 气炸被炸进公司 我在等人失控 等人出货 那你是不是 也在我停利的过程中去追高 我相信如果你是书报的投资朋友 你是每天观看我们节目的投资朋友 相信是不会啦 如果会的话 功力不足 真的要打屁股哦 那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强调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而言 我一再提醒各位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一个成交量 等你去做解套吗 当然不是 如果大人不愿意帮你抬上去 你千万不要做那个勇士 对不对 站在前面 挡子弹 你认为你穿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防弹衣吗 万一送你一个大炮怎么办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 整个盘到下个礼拜三之前 应该都是在一个区间震荡当中 下有什么 下有一个支撑 上呢 也有一个压力 什么时候要结束 快了快了 等于老师会告诉你 不然呢 请你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的大代字里头会写得很清楚 人在乐观之余呢 偶尔也要保持一些些警戒心 那所以整个大盘来讲的话是如此 那个股而言的话 当然他的命运已经开始出现变化了 所以我告诉各位说 在去年封关前 我曾经跟各位提议 哎呦 盘 有一点点不对劲 对不对 那今天呢 也要跟各位讲说 店头里头不少股票 也出现了不停长的信号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对于老师要提醒你 个股归个股 但是你希望你不是盲目去追价的那个个股 所以店头市场也出现了些许的一些警讯出来时 各位要注意 那我还是要提醒啦 这个大盘今天只有900多亿的量 八九百亿的量 还不到900亿啦 900亿的量喔 那以900亿的成交量来讲 我就说嘛 你还可以撑到下个礼拜 那我这个话 请你牢牢记在心里 叫做量小 不容易打跌 量小易反弹 所以盘呢 它一直保持着金金涨 不管怎么震荡 至少到目前来讲 它还是不管K线收灰收红好了啦 它还是保持一个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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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样子 但是下个礼拜一旦出现量 我说只要关卡出现量的时候 千万不要身先吃四足 那就代表说讯号 结束讯号即将来临 那今天祝各位情人节快乐 我们下个礼拜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的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投资是门专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雇都有期货股票双证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雇 固德投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